一名越南籍的培姓失聯移工 在臺中的公寓裡面是當密醫 六年來他不法所得超過了百萬 移民署臺中專情隊查獲 將培女以及違反醫師法 還有藥室法來送辦 臺中地院近日也判處 一年兩個月的有期徒刑 各式各樣的針頭 還有來路不明的玻尿酸 與麻醉藥物 移民署臺中專情隊 來到臺中市中區一棟公寓大樓內 發現越南籍培姓失聯移工 在此違法經營地下醫美工作室 培姓移工原本為製造業技工 七年前私自離開合法雇主後 在東協廣場與臺中火車站附近公寓 從事醫美行為 他上網購買來路不明的美容針劑 為顧客進行割雙眼皮 修剪唇形 注射玻尿酸 封胸 封臀 龍鼻 或注射肉毒感菌消除皺紋 等多項醫美行為 再以低於行情三分之一 至五分之一的價格收費 透過臉書等社群媒體直播 強調手術前後對比 藉此吸引顧客 為客人進行割雙眼皮 修剪唇形 注射破尿酸 封胸 封臀 龍鼻 等多項醫美行為 現場必查後來源不明的破尿酸 肉毒感菌等各式手術用品 全案一違反醫師法及藥師法最先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移民署表示 陪女從事非法醫美工作已六年 顧客包含越南籍同鄉與印尼籍移工 出顧非法牟利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 臺中專情隊今年九月查獲後 以違反醫師法及藥師法罪嫌移送法辦 臺中地方法院近日判處陪女有期 徒刑一年兩個月 不法所得也遭沒收 記者阿明鋒 彭幻群 臺中報導